中央气象局表示 17 18号两天台湾受低压带影响 天气不稳定 水气偏多 午后雷雨也会比上个星期还要显著 星期四以后高压实力增强 又会恢复晴朗稳定天气 气象局也针对花莲发出了高温36度以上的黄色灯号警示 这个星期紫外线预期会来到危险级 提醒大家出门还是要做好防晒补充水分 中央气象局表示 周三以前持续受到低压带影响 天气不稳定 水气偏多 午后雷震雨较上周明显 气象局也针对包含花莲发布高温36度以上的黄色灯号警示 提醒民众出门做好防晒补充水分 菲律宾东边这边可能还会形成另外一个热带系统 就是目前看起来因为高压冬退 所以它目前会往大概往北边走的几率比较大 但是目前还是要等未来在比较近的时候 我们再来看它的一个天气状况一个情形 整个天气其实是蛮良好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有时候会比较多云直阴 但是午后可能会有一些雨的情形 尤其是到21 22 23的时候 我们刚才看到在南边是有一个低压力的行程 可能就到21 22 23的时候 可能就会影响我们更多一点点 然后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就是紫外线 在没有云不多的时候 然后太阳直射的时候 进中午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紫外线其实也是蛮高的 所以我们还有11 11就是一种危险级的情形 所以真的要做好防晒 然后多补充水分 防止热伤害热衰竭这种情形 周四以后高压增强 水气减少 高温持续 滑东紫外线预计来到危险级 民众外出要小心热中暑 另外菲律宾东方海面将有热带系统发展 有机会生成今年第五号台风杜苏瑞 以致影响周末天气 还请民众留意天气资讯 记者长王业华严师报导